电影《鹦鹉沙》正在热映 主创门来到了福建泉州路演 这里是电影中的重要取景地 周冬宇一上来 就用标准的米南话打起了招呼 哇 兄弟 标准的嘛 电影《鹦鹉沙》中 周冬宇扮演的周冉 遭遇杀猪盘诈骗 被骗光了所有积蓄 当初麻迎新找他出演的时候 他曾有过犹豫 当时我就问导演 我说剧本真的好好 我看完了 但是你觉得我这么聪明的人 会被骗吗 然后导演说 就是因为有你这样的想法 才最容易被骗 然后我就觉得导演说的好对 确定了接拍之后 周冬宇开始认真琢磨起了角色 尽管影片中周冉决定 反杀张宇饰演的骗子林志光 但当林志光命悬一线的时候 周冉还是选择了挽救他的生命 对此周冬宇有自己的解读 把林志光从海里救起 是因为我作为一个普通女性 我恨她是真的 但是我的底线和我的善良也是真的 我不可能看到一个生命 就这样消逝 和这种外化的戏份比起来 周冬宇说内心戏才是最难把握的 他们两个就是这种内心大比拼 所以那个时候演的时候 就是因为全是内心戏 因为我觉得内心戏会比那个 比较外化的戏稍微累一点吧 你是不是在骗我 骗什么 对不起 要么 给你的戏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